进入能物的大脑 众手周知 能的大脑 继承了能的所有思想 今天我们就去卡卡 领冬 风铃 心灵的大脑里面看看 有什么东西 臭恐龙 六元点 哎呀 这么凶 那我第一个 就去你的大脑看看 杀 妈呀 这里面咋这么多野人啊 哈哈 这是我临时讲出来的 谁叫你进入我的脑子 活该了吧 臭心灵 你这么阻拦我 你的脑子里肯定有什么不正常的东西 才没有 臭恐龙 你不可以进入我的大脑 你叫我不进 那我偏要进 这里就是心灵的大脑了吧 啊 魔闪闪 哦 心灵 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你的脑子了 原来你喜欢 我是疯奶糖 切 我奶糖是那种势力的人吗 一百报 纯交 真香啊 心灵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 你喜欢魔闪闪的 你这声音 什么怕别人听不见吗 第二个 是风铃 哎 风铃 为什么你的嘴巴和牙齿都是那么黑的呀 因为我喜欢喝岩浆 不 不戏吧 到了天的喝岩浆 你也不怕中暑 接着去他的脑子里看看 它真的有岩浆 哇塞 这里还有个小风铃和长城 风铃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长城在 我在 长城倒 我倒 风铃 你也太伟大了吧 第三个 领洞 它是世纪节里面的东西 嘿嘿 领洞 你的脑子里为什么有虚空幻影啊 因为我不虚空诅咒了 我必须打败虚空幻影 才能解开诅咒 什么 诅咒 虚空幻影也太可恶了 我来帮你打败它 大汤 谢谢你 不过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打败它 这样我才能做真正的自己 好 领洞 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嗯嗯 最后一个就是卡卡了 小伙伴们 你们说卡卡的脑子里会有什么呢 我猜里面肯定有粒粒 果然 被我猜中了吧 嘿 这里有三大圣剑和虚空幻影 但是 为什么卡卡的脑子里还有低星人啊 南汤 因为低星人才是最终Boss 就是它控制了虚空幻影 前要毁灭世界 南汤 快帮我打败低星人 拯救迷你大陆 什么 小伙伴们 卡卡说的是真的吗 低星人真的是最终的Boss吗